你这人也太自卑了吧 因为你自己不自信 你还会别人不看好你 他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大老板 你说他能看上我 干吗呢 没什么 让我听 打咖啡呢 小卡 苏总找你们谈话了吧 那评审结果也在谈话中宣布吗 当然了 你新来的 我一直以为他会私下找我聊聊 聊什么 他的评语这么好 咱们今天让他请吃火锅 这么轻挑的消息 你也敢往群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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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苏总很快就要吵你谈话了 我这也一个私信哪 我这也一个私信哪 小卡 是鸡啊 你看 这是苏总给我的工作评语 是不是抄给力 启开 你生什么气啊 我哪儿生气了 不许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跟苏总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 他不是最讨厌办公室练琴了吗 怎么搞定他的 你什么搞定啊 你别瞎说 启开 什么 这些我一会儿都会发到你的邮箱里 倒杯咖啡怎么这么久啊 你们没看公司的群啊 公司的群 我屏蔽了 公司还有群呢 没人让我进去呢 好了 小卡 你结合卢克斯的报告 还有现有的网络资料 找出被流利处理掉的信息痕迹 是 老方 你根据小卡提供的信息方向 争取把流利处理掉的信息 给我找回来 好嘞 你给我的小卡们排上用场 干活吧 公司那什么群啊 把我拉进去啊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什么群啊 别说话 先进啊 施总 咖啡 你找我有事啊 苏董 您没事吧 我没事啊 怎么了 我也觉得您应该没事 我本来就没事 小金有什么话直说好吗 那我就直说了啊 您最近是不是跟小卡走得有点近 还行吧 您是不是因为想要拿下 云石公司游戏的项目 所以就把小卡当作同样是 晚与少年的还云石来猎手了 小姐 我发现你最近变聪明了 但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 你突然对小卡那么关心 公司其他人会误会的 而且小卡她自己也会多想呀 我没有很关心小卡呀 再说了我每天事情这么多 我也管不了别人怎么想我呀 我觉得 你应该跟小卡说明一下 你来欧逊几天了 公司有规定 我们必须 对客户的资料进行保密 我知道 但小卡她是个单细胞生物 小卡她是专业的调查室 她是有分寸的 等这个案子结束之后 我会亲自跟她解释的 那她还在群里回你消息 这样对你的影响很不好当 群里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我 我现在 我现在就来跟你说的呀 各位 各位 我已经把这次 每个人的考评都发在群里了 可以说 我真的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骄傲 尤其是小卡 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年轻调查师 这半年的进步非常大 虽然说我们这个行业 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调查师 但是最近年轻人的优势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未来的上海欧逊 肯定是靠你们的 同时我希望大家 都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 我最近业余时间 偶尔会跟小卡组队打个游戏 小卡的游戏玩得可好了 跟她在一起啊总赢 所以打得特别过瘾 特别放松 如果大家晚上有空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呀 说不定未来我们会有上海欧逊 自己的战队呢 到时候我就出一笔钱 赞助一下 小卡 下回出去送我一个吧 好 没问题 人家小卡是专业的 你带着我们来 小卡组队这件事 一起去网卡 苏总花钱的时候送我 送我一个 送我一个 周永啊 周永 誰 装兽 紫妮 苏总 我今天没看清楚 我真没发现那是公司的群 不好意思啊 苏总 我真的没看清楚 我不知道那是公司的群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吃进吗 来不来啊 来来来 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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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晨 你怎么才来了 打得我晕啊 直接红发发给我 群里一直爱着你的 你怎么都没反应啊 果然还是苏总一生气啊 照着起来呗 也难怪 之前凯晨这么关心苏总 她的状态 直接关系了我们的国父排行 行不行啊 少废话 都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不是 小赶 你搞什么呀 先别管她了 让你再扔个手段 把我们给炸死了 不是 这打得整吗呀 这 封烟 封烟 二楼 二楼 功劳了 功劳了 来来来来 对不起啊 我今天一会儿不舒服 行 那你今天早点休息吧 行 那拜拜啊 那我先下来 你教一下 我教我 来 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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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找你单纯的八卦一下 我看你们在群里边说吃鸡 你们在哪吃鸡呢 我是真有点饿了 你瞎凑什么热闹啊 你有事没啊 我 我有点不舒服 我要睡了 生病了 那我请你吃点好的呀 我看你们在群里边说吃鸡 我是真有点饿了 我看你们在群里边说吃鸡 我是真有点饿了 好错 好吃 你要再来热死鸡 我这菜我都没胃口吃了 我都 你这样吃我早就没胃口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 卫衣萧得人憔悴 我看你这一身白花花的 你刚从古代旅游回来呀 别拼了你 群里面说了一段玩笑 难道都是真的 什么玩笑啊 我屏蔽了 就是你和苏总 这 什么啊 你被苏总 你再这么说我走了啊 不是 我是说 你暗恋失败被甩了 什么暗恋失败 我这就充几量 就算个陆转粉吧 也不用 黑转粉 你粉苏总 为什么 这 这就是一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还跟你说不清楚 你也不懂 我告诉你 没有粉丝回答不了 这个问题的 所以啊 你这不叫粉 你这叫做暗恋 那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赖蛤蟆想吃天鹤肉啊 我告诉你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你这人也太自卑了吧 因为你自己不自信 你还会别人不看好你 他可不是一般人 他可是大伙伴 你 你说他能看上我 那你要是问我的意见呢 那你就得跟我交个实点 你是不是暗恋苏总 对啊 怎么了 不允许啊 那我们现在聊的 就是你喜欢的女人 跟什么大伙伴 谁的钱女友 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 咱能不能别一口一个苏总 苏总上叫着 我听着特别不健康 我们叫他 苏珊 珊珊 珊珊 再再再再叫叫不出来 这都是你们女孩们叫的 珊珊 好尴尬 我就叫叫不出来 那苏珊大妈 你总叫得出口吧 我又不允许你这么叫她 你这年纪不大 你这么大吗 我